人体身体奇怪的一些英文字跟力诀先念一下自己先看看看得懂多少 所以有时候我们尝尝自己的身体器官英文哪个字搞不清楚 我儿子thin本来是很薄的意思 这边就是很瘦thin 所以英文叫胖瘦的单字也不少 我儿子太瘦了瘦骨都在可以看得到他的肋骨 连肋骨都看得很清楚太瘦了 然后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为什么不是s呢 不加s 我们的码应该加s 而是没有错 它这边当整体来看 所以不能加s 当集合名词来用 所以英文加不加s 单数非常复杂 我也在很多相关记忆里面也讲了一些概念 我们的心脏 心或心脏我们的肺脏 但是这边加s也可以 加s 加s 比较容易了解 就是你不当集合名词的时候 它当然用复数 你把它当一个整体感受就不用了 我们还是用复数当个别话 比较好了解 所以有时候你这种单数复数 你可以自由加 就是看你的意思 通常一个字 它也可以用单数用复数 人家外国人 他模拟他 哦 你加复数就是当个别用 他就知道 你这个好像该复数 你不用复数 你是当整体来看 是可以的 就像American 你当一个整体的 就是整体美国人没有复数 可是有时候加s 哦 个别美国人 那边有三四个美国人 或者那就复数 你说美国人啊 是一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的老百姓 这种人就不用加s 我们的心啊 心脏肺脏 还有level 我们全部加s好了 就是protected 被保护啊 被这个rib cage rib cage 什么意思啊 胸腔 那原来造句 为什么不加s 我们就把它回去好 就是说 为什么Hard跟level 不加s 当整体看 可是肺脏为什么叫加s 因为人类一个心脏嘛 一个肝脏嘛 可是人有两片肺嘛 左右对称啊 所以我刚才全部加s也可以啦 这一般别人看得懂 这不加s 就说当做一个整体感啊 可是 可是 因为肺嘛 有两片 所以它必须要加s 直接像 那个裤子 chars pins啊 像这些 一定要加s 两条裤管啊 这是胸腔啊 Cash白色 像笼子啊 像鸟笼什么 就是像鸟笼状的啊 就是一个 一个锁起来 一个危险的区域啊 这边就是胸腔啊 就包围肋骨 把肋骨包起来 我的膝盖啊 被割伤了 切伤了啊 膝盖流血了 受伤 当我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时候 可能碰到地面 有点硬啊 摩湿地啊怎么样啊 就我这个膝盖擦伤了 那现在呢 因为之前嘛 看了 因为看了你看不出来 因为它现在是过去 是过去 可能都是看的 过去啊 曾经啊 比如说我这个 两天前啊 它从楼梯上摔下来啊 扶梯啊 楼梯啊 摔下来啊 那现在已经 有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什么 长痂了啊 所以我们这个受伤地方 有时候或青春痘 或什么东西啊 反正就是人体 皮肤表皮啊 受伤 就有点流血啊 什么东西啊 然后过一段时间了 它就长痂啊 就变硬起来 它只是保护啊 就不让血流出来 保护一下 里面再修补啊 外面看一个加啊 Scap 那这个 shampoo就是香水啊 可以当动词啊 不是香水嘛 就是洗头 洗髮水啊 洗髮乳啊 洗髮精这样 动词就是洗头发 那这边是名字啊 这个洗髮精啊 让我的什么痒啊 一起是痒啊 把头皮割下来 为什么割头皮啊 你把整个尸体带回去 领赏啊 太重 整个头切下来 还是重啊 割个头皮 一只手就拿起来 很轻啊 就割头皮啊 中国古代很多啊 这个也是不拿尸体啊 这个匠师啊 要领功啊 有的就说割耳朵啊 要割一次割两个 一个 两个耳朵啊 两个耳朵就算一个人头啊 所以古代很多 仗打完了 如果打赢呢 清赏啊 你杀多少人 说我杀了 我杀了五个人啊 那你证据在哪里啊 那时候没有照片啊 那你说整个尸体搬回来嘛 重的要命啊 割个头还是重 有的时候就割头啊 那后来 有人就很聪明 哎呀 头还是重啊 五个头也不好看啊 就是把耳朵割下来 两个耳朵算一个人 一个人啊 这个意思 有的Perminence Perminence就是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突出来的啊 突出突出去的啊 尖尖的突出去 像很多岩石啊 突出去 另外就是很明显 这边是很明显的意思啊 它一个很明显的什么东西啊 Ground就是横步啊 就是到处都是横跃啊 就是它的额头啊 额头前面 往里列进去 所以这边把它 用这个青字啊 标起来 这额头 前面的头 叫额头 额头 再一个很明显的Ground 就是巴 这个上巴 巴 这个字很简单 Spar Scar 这个景位 Grab 是抓起来的意思啊 抓起这个 抓起这个小偷啊 巴 就是巴的意思超多啊 街形词最麻烦啊 街形词第一个比我们想象中多啊 第二个街形词它的意思很多啊 第三个街形词可能又是副词啊 又是连接词啊 所以说街形词最麻烦 所以我在二十个YouTube频道啊 里面有个特殊话片里面啊 就把这个 街形词啊 还有其他相关词性很麻烦 像连接词很麻烦 把他讲透透啊 就抓起这个小偷啊 巴也就是抓在哪里啊 巴也也可以是借由什么东西啊 当你说借由也可以 也可以是在什么时间之前啊 也可以凭去什么 凭借什么啊 这个意思好多啊 也可以靠近在旁边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颈部的 颈部后面的皮啊 这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抓那个沙皮狗啊 沙皮狗就很明显啊 脖子 脖子不但粗而起来 那个皮很软很 有一层那个软皮啊 松皮啊 垂皮啊 垂皮啊 垂下来 我们就抓狗啊 因为狗啊 你抓身体不好抓 有时候就抓那个 脖子后面啊 那块这个皮啊 也抓起来啊 这就是我们就说那个 脖子后面啊 那一层肉啊 肉夹皮啊 可以抓起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大人抓起来 抓衣领 抓衣领 好抓嘛 有时候穿着汉衫啊 没有什么衣领 就抓着 抓着脖子啊 不是脖子 脖子后面那一层皮 叫scrap 那就是胆汁啊 胆汁啊 胆汁是 是这个肝脏的secretion 什么的意思啊 分泌物啊 secretion分泌出来 一般是比较浓稠的液体啊 所以就说 肝脏可以分泌出胆汁啊 就是 它secretion 两个意思 如果当分泌啊 就是不可数名词 当分泌物就可以加S啊 一个医生的test 在检查啊 在测试啊 这个男的什么semen 什么意思啊 就我们男人的精液啊 射精以后会有精液啊 每个人 每个精液数目多寡啊 不同 有的 有的这个量 有的可能5cc啊 有的只有2cc啊 不一样 然后里面精子数也不一样啊 他在 譬如说他要 两个结婚都没有怀孕啊 到底太太的问题 新人的问题啊 太太要去检查 先生就是 或者是 就到那边忽视 拿一个很小的 小的一个小量杯啊 叫你到一个房间啊 可能有录影带啊 或者是什么射精书 还让你看一看啊 让你射出来之后 拿去保存起来 这样 让化验室啊 去检查一下 精子数够不够啊 精液就是这样 你这一段 他跌倒了 然后伤到他的 左边的什么 shim 什么意思啊 这个很多我不知道 就是小腿啊 小腿的腿背啊 我们叫小腿肚啊 叫calf 就是小牛那个calf calf calf 那正面呢 就是有个腿颈骨啊 前面的啊 小腿的前面叫shim 后面叫calf 这很多不知道 然后他伤了他的 前面的那个小腿的颈骨啊 那颈骨 踢到桌子啊 踢到铁板啊 踢到石头 哇 那个很痛的啊 这颈骨啊 就前面啊 因为后面是只看小腿 都看不到骨头嘛 前面就看一个 那个小腿的颈骨啊 一个月子边在一个 右边这个 经常的颈骨 在右边那个颈骨啊 他跌倒的时候啊 这几家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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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